男子拉起衣领遮住口鼻 因为他没一规定戴口罩 旁边远警发现后上前劝阻 他却想加速冲进室内 那名远警赶紧跑来协助 两人合力控制男子 但他还是不停挣扎 最后被压制在地 冲突发生的台北市政府北门大门口 有硕士学位的无姓男子 疑似要入内洽工 但他不愿意配合当时防疫政策 还异想天开 想以衣领代替口罩 要求警察放行被拒绝 他仍硬闯推击呛瞎 导致袁警也跟着受伤 事后无姓男子被以妨碍公务 伤害罪送办 一审他坦承是为了戴口罩 起争执 但否认妨碍公务 袁警也因为伤势不重 选择和解或判无罪 但检方上述二审 法官认为他属于刻意违规 判处拘役三十天 缓刑两年 多数的民众都是会遵守这个规定 那像那一天那个案例只是极少数 要过激的行为 我们就是制止 然后报警处理 疫情期间戴口罩成了基本配备 但就是有人不愿意 遵守防疫规定 不只影响大众 也让自己背上前科 三十文章的上网一听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